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时去宿舍的时候 烤的原材料的话也不让你练 你就只有拿一些边角鱼料偷偷地在宿舍里边练 其实我们嘴里念念不忘的那道宿舍菜 是我那段记忆 我们那割舍不掉的青春 小周今天要做一个什么菜啊 今天我要做一道那个腊味的鱼 大厨您今天做啥呀 我今天做一个牛蹄筋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哎呦我爱不来真早 哎呦 你们这都切上了 对 你看今天做的菜跟辣有关 对 因为呢这第一回来 我们对二位呢还不是很熟悉 您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周志选 我来自福建 大厨您也做个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 我叫陈吉春 来自河北 二位呢知道我为什么拿这个上来吗 这个就是从我们宿舍拿来的 哦 哎这个呢就是我不知道二位啊 看见这个有没有一丝那个怀念 那肯定有怀念 就是啪呀就打到那个就是上学那个感觉了 对对对 哎上学那时候呢大伙儿可能都是拿这个打过水啊 对 或者是装过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但是今天我们这里头呢有什么 咱们一会儿看看 好好好 来过来 我们这两个东西啊 待会儿一看就明白了 嗯 这个呀就是豆浆 嗯 我给你问问这个 呦这是啤酒 啊这是啤酒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 女生啊都拿这个暖壶打豆浆 嗯 男生呢他暖壶就是装啤酒 对对对 哎小周 对这个暖壶有印象没有 我虽然对这个没印象 但是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宿舍的 就是同学们为了吃就是各种方法手段都用上 不择手段 咱们今天主要讲讲这个念念不忘的宿舍菜啊 哎小周这个你对这个宿舍菜有什么 你有什么回忆的事没 这个我绝对有特殊的回忆 我大学读了四年 嗯 然后在寝室做了四年的菜 那今天你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菜 开瓶口水鱼 咱们边做边聊 咱们先处理一下 这个是什么鱼 这个是鲈鱼 哦就外面讲的鲈鱼啊 对 然后咱们这个鱼 嗯 从后背这边给它切开 哎为什么用鲈鱼啊 因为鲈鱼 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DHA含量非常高 哦 多吃鲈鱼能够补脑 哦 就是说越吃鲈鱼越聪明 对 哎看见没有咱们的大学生多聪明 咱们这个鱼现在就切好了 哦这就算是开瓶了是吧 对现在就开瓶了 切点大块的葱姜 好 嗯 葱给拍一下 嗯 更容易释放葱汁 我说你在学校是怎么做菜的 因为我们学校电压比较稳 所以有一个阳台都在阳台上做饭 哦 那你们比较说炒菜那么多油烟 这个宿舍老师不管吗 因为我当时在厦门上学嘛 厦门风比较大 哦 给它做点水淀粉 刮上浆 哦 这小粥做的它去腥的方式 我觉得就很专业 对对对 是吧 并且切的也很专业 那咱们这鱼就处理好了是吧 对咱们这个鱼需要腌制五分钟 那腌制五分钟的时候 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大屏幕 咱们看看各地同学吃货 是怎么在宿舍里吃好吃的 好不好 来咱们一块看看 好 西瓜皮泡面 电饭锅板火锅 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对对对对 对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也经常见 这个是电运岛烤肉 对对 然后呢这个是在这个 我们小太阳那个上面烤串 对 还烤虾 通过这个图片呢 能看出我们这现在吃货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对 基本上是属于把吃发挥到极致 来我们用五分钟时间 大概把鱼腌得差不多了 对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煮这个鱼了 好 然后今天咱们选用的一个叫做 煎闷的方法来做这个鱼 煎闷 对 先把油料给吃下了 嗯 我小时候倒点油 好 少来点油 好 这就够了 煎闷就这么点油就可以了 对因为煎闷的方法烤在哪里呢 嗯 它就比油炸的方式来得更省油 而且 才能让鱼那个快速定型 嗯 不会让它的那个鱼形散掉 我们这边有小火 对 我们把鱼码好 好 然后咱们现在可以转中火 嗯 然后把葱姜排 把葱姜放进去 对 然后让它稍微一煎制 给它底部稍微一能冻 咱们就可以给它翻面 现在就可以放点料酒了 嗯 再加点水 少加一点就可以了 在鱼 鱼身底部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嗯 然后咱们现在可以给它加盖 好 嗯 焖上六七分钟就可以了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就很质疑你 质疑你 这个方式 因为你 你这底下你 你这 挨着火 上子你没挨着 一会儿底下熟上不熟 你这就不好吃了 这个肯定能熟 真的假的 不信你问大厨 我觉得它这个方式非常的好 它里边放了一点油 然后放了四分之一的水 它的火呢 又开得很小 哦 通过这个水蒸气呢 把这个鱼煎熟 是很有可能的 对 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炒这个口水鱼的汁了 哦 放点油 好 嗯 现在就可以下花椒了 油温不能太高 不能太高 这个花椒一冒泡 就可以放干辣椒了 嗯 好 然后稍微给它一炒 这个干辣椒一上色 嗯 就可以放这个辣椒 普通买香辣酱的 对 然后稍微给它们一炒 哇 很香的 嗯 然后这时候可以来烧醋 好 这个白醋 这个白醋 放点热水 对 试一下 接下来就可以放 葱姜蒜 好 那我们准备好葱姜蒜 对 葱姜蒜 它不是用之前的 就是炝锅 它是放后面 对对对 接下来就可以调味了 加点盐 嗯 然后这是糖 对 翻炒糖 然后这时候 嗯 再来点醋 然后再放酱油 然后花椒油 辣椒油来点 对 口水的汁就炒好了 然后现在咱们就可以给它装盘了 好 要不大厨您帮我吧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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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然后再把这个酱 酱油浇上 好 咱们再切点香葱 嗯 嗯 然后往上一撒就好了 我们开一瓶口水鱼 咱们就做好了 来咯 咱们尝一下味道吧 嗯 怎么样 熟了吗 熟了 熟了 然后我也尝一下 刚刚好熟 对 那时候您觉得它这个方式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方式值得推广 真的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我觉得这部菜 很成功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它能够调味片 喊您回家吃饭 把炉鱼去头 鱼身改花刀 肚子相连 从后背劈开 加大块 葱姜 水淀粉 腌制五分钟 平底锅 加底油 将鱼入锅 码好 先煎至 加葱姜 再加料酒 加水煎焖六七分钟 炒口水汁 凉油下花椒 放入干辣椒 辣酱 白醋 加葱姜蒜 加入盐 白糖 醋 酱油 花椒油 辣椒油 将口水汁 淋在鱼身上 再撒上香葱 立即可 陈大厨 有没有您当时 住集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看着他做这个菜 我就想起我当时 住宿舍的时候 做菜的感觉 学徒的时候 好的原材料的话 也不让你练 然后你就只有拿一些 鞭角鱼料回去练 也是偷偷地在宿舍里边练 那今天呢 这个我们陈大厨 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 这个霜冬烧蹄筋 牛蹄筋 烧蹄筋 这蹄筋啊 就是跟陈大厨说的 那时候在拿冰角料做 是吧 这个就是您念念不忘的 这个宿舍菜 是是 这就是我念念不忘的宿舍菜 这也是我在学厨师 继续学下去的这种勇气 是这道菜给了我勇气 其实这道菜 其实还挺难做的 是是 当年也是试验了多少次 一直做不好 有一天终于在 师兄弟们的指导下做好了 我特别高兴 这个蹄筋呢 首先您就准备的 这是牛蹄筋 对牛蹄筋 然后牛蹄筋的话 咱们这是干的牛蹄筋 咱们先给它凉水泡了三天 咱们拿高压锅需要先给它压一下 压一下 对 压一下呢 咱们是为了去这个牛蹄筋的这个腥味 现在咱们就开始往里边投料 好 它料需要拿锅炒一炒 来锅炒一炒 对 好那我明白了 来 我先咱们锅里边先放着油 好 先一边煸炒一下 油啊稍微大一点 下入八角 八角 放两个 好 胡椒粒直接投到锅里 米 对 放到这 对 那个我要切点葱姜 对切点大葱姜片 葱姜啊都是炝锅用的 煸出香味 看它冒泡的时候就可以放 对 先放姜 在姜煸的差不多的时候 是吧 灰黄 咱们就放入葱 好 然后一定要大火 大火 真的好香啊 然后放个花椒 后放花椒 后放花椒 只为了要花椒的香味 去掉咱们牛蹄筋的腥味 哦 对 好 先放点水 煮一下 对 哇 哎呦 马上的香味就出来了 大葱姜煮了三五分钟 咱们把这个渣子打掉 咱们这叫只吃其味 哦 不见其物 不见其物 对 对对对 然后现在咱们能往里边放 嗯 盐 嗯 放些糖 好 它这个牛蹄汁有什么样的好处 哎 这牛蹄汁啊 这个不像牛肉那样是吧 然后它没有那么多的脂肪 嗯 它还有还有更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和蛋白质 哦 哎 好 那咱们现在这个汤啊烧开了 咱们倒入咱们这个锅里 对 来 有一个苹果 哎 苹果 对 这个苹果 还用到苹果 对 这个苹果呀 也是为了让这个油蹄汁更容易烂 哦 还有能增加一些果香味 好 哦 一个苹果就好了 一个苹果 对 分钟四半 然后还有点香菜 好 这回可以了吧 可以了 嗯 它20到25分钟即可 那我们再处理上 比方说先留下这张处理 我们应该先怎么处理 现在这时候回来以后就是先洗 洗 洗干净 然后呢 用高压锅 你就压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等25分钟 那个小周 现在那个毕业两年是什么 嗯 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当电话 是不是还有一个回忆这种 做发生的经历 那肯定啊 那肯定啊 有很多 很 就是很好玩的经历 有一回 就是做了一道菜 然后刚一回头 那个菜就没了 对 那个菜就没了 哦 知道以为被偷走了 还是 对 太快了 这个感觉还是挺挺好的 对 那陈大叔 您现在感觉就是还想起那些当时那些朋友吗 当想了起来那肯定的 对于我来讲的话是记忆犹新 当时呢 我又属于比较笨那种人 啊 经常挨骂 是吗 对对 我又是我师父最小的徒弟 就是特别喜欢 对对对 所以说那几个师兄啊 他们来教我 然后呢 给我点评 然后帮我 是吗 就是那种那种亲情感特别浓 对特别的 是是 可能有的时候稍微严厉点 但是那是当哥哥的对弟弟那种 对对对对 现在啊 就是一想啊 当年没有他们呢 就没有我的现在的今天 也是啊 嘿好了 25分钟了 好 得 太好了 是 哎压了25分钟 刚刚好 你看这提筋呢 完了 这个跟油条似的 来来来 放进去 然后咱们提筋 咱们现在就改成寸段 寸段 对对 但是这种呢 相当于下的话有点宽的 咱从中间给它来一刀 来一刀 你看没有 里边没有一个芯 是吧 这就可以了 切点葱花 呛锅用的 葱 稍微整一些 这双冬咱们其实是什么 双冬指的就是这个冬笋和冬菇 哦 这是冬菇 咱们这都是干冬菇 涨发好的 表新鲜的香菇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但是相对咱养的话 这个冬香菇啊 味道更香 冬笋咱们也改成切条 好 去一下皮 哦 笋要去皮 对 去一下皮 对啊 嗯 切成条 嗯 嗯 好 咱们先处理这个油菜 油菜好 嗯 好 开了 嗯 咱们再往这个锅里边啊 稍微的放一点味儿进去 稍微的多一点 哦 味道多 10克 哦 加一点鸡精 嗯 鸡精 鸡精加多少 哎 也得加15克 然后呢 再加一点 死辣油 这个香菇啊 它呢 也是菌类 是吧 这菌类的话 它最大的功效 就是清理肠胃 冬笋也属于是膳食纤维 也是粗的 粗纤维 和咱们这个牛蹄筋 在一块儿炖 啊 它也是非常的科学的 哦 好 咱水开了 下入它 油菜 油菜 对 炒一下 直接焯熟 对对 烫熟以后啊 咱就不用加味儿了 因为咱们这个 这里头有底味儿 哎 里边底味儿足够用了 嗯 捞出来以后 你接着炒我们这个香菇啊 哦 菌类的还不漂亮 让它多煮一会儿 哦 香菇可以多煮一会儿 多煮一会儿 对 锁岩东锁呢 锁岩都可以下在里边 先多煮一会儿 把这个味道啊 通通都去掉 好 好 那咱们先把边儿味道围好 这个香菇 它是因为干的是吧 嗯 然后我们的泡花之后我们煮 它可以煮时间很长吗 煮啊 可以啊 可以多煮 对对对 哦 大概先煮个五分钟左右 哦 嗯 煮好了 我们给它漏勺漏出来 到这里面 嗯 好 咱们锅里边加油 先放香 先放香 对 然后松花 好 然后料酒 然后加水 然后再放入我们的这个 我们鸡筋 对 鸡筋 二冬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开始调色调味 盐 好 一调一调盐 来一点点糖 好 味道提鲜 啊 来点酱油 酱油 这 来 来 拧倒 对 这个主要就为了能让它上色 对 加点鸡粉 鸡粉 来这 好 可以了 打一点水淀粉 让它弄的头一点 对 对 然后把这个味道包住 对啊 倒一点油 对 来点油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下油呀 对 为了让它更亮 啊 更香 啊 好嘞 出锅 哎呦 双冬烧蹄筋 哎 已经被我们陈大厨做好了 但是吃之前 我要跟您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多的条例品 喊您回家吃饭 锅中放油 放入大料 陈皮 葱姜 料酒 加开水 烧开 把料油倒入高压锅 把牛腿筋放入 放入胡椒粒 取苹果一个 一分为四 香菜 打结 放入高压锅中 盖盖压制 25分钟即可 锅中烧水 然后放入盐 鸡精 色拉油 放入油菜 焯熟 马盘 然后再放入冬菇 冬笋 煮三至五分钟 将蹄筋切成小条 待用 锅内底油 然后放入葱姜 炕锅 然后加入水 然后依次放入牛蹄筋 冬菇 冬笋 然后放入盐 胡椒粉 糖 酱油 鸡粉 烧制15分钟 勾芡 浇上明油 装盘即可 因为现在天特别凉嘛 特别需要一个 一口下去之后 能够暖身 暖心的美食 糙米 披萨 原来 没有接触过 这个是一个盐磨碗 我没有听过 但是我看出了一个小细节 就是这里 它竟然还做出了一个心形 一口吃下去 暖心又暖胃 茄汁深眉烧羊腿肉 有嚼头 对 而且羊肉你要一定要吃 对了正确方法以后的话 真的会感觉到 吃完以后很热乎 来吧 小叔 你先来 我先来 我先尝尝这一匹 哇 好软糯 软糯 对吧 口感上特别有嚼劲 对 是吧 而且还混合了 这双冬的滋味 对 作为一个南方人 你吃这菜感觉 合适吗 太好吃了 哎呦 真是新生 谢谢 真是 其实我们嘴里 念念不忘的那道宿舍菜 其实真正的 是我那段记忆 我们那歌手不掉的青春 感谢观看